鸟嘴做好后继续往上加层 第六层 第六层的黄色的部分就要用 改成桃色的刚才剩下剪下来的就是要接 这些变成黄色变成桃色 等于第六层就是要全部桃色的 接好后再一直往上做再做三层 总共旁边看的话桃色总共有六层 这就是正面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一些些结尾的动作 找出旁边旁边的都是四格 可是我们要做六格收尾 等于旁边四格再加前面后面各一格 然后把左边的五格剪掉 然后只留下第一格的线就好了 剪好后我们将第一格的线往左下穿 穿洞出来 然后再穿入刚才剪下来的五条 穿上去 然后再转下 左下脚 重复这个动作把它收尾 到最后 到最后 两边都是六格收尾的动作 接下来准备一条 接下来准备一条 大约二十公分的 在第一格做基本的 右边不用留 全部往前拉 全部往前拉 然后拉好后 基本的做好了 它上方的 打包袋往 左下方绕 从你刚才尾端的地方穿入 这就是收尾的动作 然后再继续做第二格 往右边做 做到最后一格时 我们现在变成 要收尾 将右边的多余的线剪平 剪平后 以它上方的线 往右左下角绕出来 从你刚才所剪的地方穿出 然后再往回绕 回原来隔壁的位置 然后往下穿 顺纹路绕两圈 多余的线就可以剪掉了 这就是第一层 准备一条15公分 准备一条15公分 做一个基本结 尾端不用留 做好后 做好后 上方的绳子 往左下方 绕上来 再穿入 再穿入 原本的那个 剪过的 穿出来 这就是收尾的动作 一直重复 然后再将 穿过去的那一条做主线 再做第二格 做好两层后 正面背面 都要做一样 的动作 各做两层 然后再接下来 第三层的话 只剩下七格 七格中间 那个要把它结尾掉 往 左下角穿 穿出 然后顺纹路绕两圈 多余的线就可以把它剪掉 然后再做三格 剩下一格 把它结尾掉 正面背面都要做一样 做好后 就要做他眼睛的部分 跟眉毛 把它重叠好 重叠好后 就要做手把的部分 100公分 两条 穿入透明管 然后在他们的上方 找个固定点 顺着纹路 绕三圈四圈 对的线就可以把它剪掉了 正反面 都一样 这样快乐鸟的部分 就已经全部完成了